台北股市今天上涨89点 收在6988点 不过台经院今天公布了10月份的景气动向 多数厂商对于未来半年的景气 态度还是不太乐观 台经院表示 厂商对未来半年景气的看法 认为好转的比率并没有增加 但是持平的比率增加了 这代表目前的低迷气氛将延续到未来半年 原因包括了欧债问题 造成了全球金融动荡 美国的需求疲弱 以及中国持续降温等等因素 使得国内企业的订单减少 获利也受到影响